来了朋友们 看到这儿了 您是不是也想说 这排骨是怎么做的 这么有食欲 来吧 今天我传授给你 酱香排骨 好吃能吃三碗大米饭 煎着不要钱的排骨 沿着骨缝皮开 均匀的斩出寸段 切好的排骨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去除腥味 开锅煮至雪末捞出备用 锅内加少许底油 放几只冰糖炒出糖色 炒出一种枣红色 加葱姜八角香叶干辣椒 来一丢丢红油豆瓣酱 来半勺黄豆酱 煸出香味 倒入准备好的排骨 均匀的翻炒上色 倒入开水 没过排骨 加半勺料酒 少半勺生抽 转小火扣盖 炖40分钟 炖至软烂 加盐 加少许的鸡精味精 淋出锅 加几个香葱段 增香提味 学会做这道菜的朋友们 以后保证你们不在上饭店 因为这个排骨在家做 实在太香了 再麻烦您帮我双击两下屏幕 谢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